乔一路它有争议 就是我们20年就是保持这个现状 它现在是要拆成什么样 现在它要先回起来 把数据全部移掉回墙拆掉 以后它要开三桌门出来 你们万家花园的人怎么想呢 我们万家花园有没有维持延众 里面是万家社区的一个流用的项目 那么整个规划红线图 施工许可证 在2003年的9月跟6月都已经领出了 我先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情况 这条是新河路 这个是我们的规划的一个红线 这里它是中间的那个绿化带 这个因应部分 这个老的围墙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红线 是不是要往外推出来 那你说现在的红线应该对应哪个位置呢 就现在这个位置 现在就是按照红线 你当做的 范家社区的工作人员说 这堵围墙就在他们的红线内 不过万家花园的一位居民 拿出了万家花园二期总平面图 说是主入口的这条线显示 围墙在他们小区范围内 当时两边都说围墙在自己的红线范围内 也拿出了一些证据 规划部门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那个万家花园中间的这条道路 按照当时的用地震 它的道路是带建的 就是用地震地之后需要带建好之后 无常让出的这个道路 意思就是说这条道路其实不属于小区的 对 应该无常让出就是作为社会道路 可能当时这个流程一直也没有走他们 当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里写着 规划道路用地绿带用地 河道用地争后无常让出 并按规划要求同步实施道路绿化河道博侃 在4月29号当天 有万家花园小区的居民提到 关于请求撤销一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行政复议还没有结果 最新情况如何了呢 因为这个用地证相当于是 我们作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具体要审查是否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 备案以及是否获得那个使用的出张合同 然后呢他们觉得作为第三方人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发起的行政复议没有通过 用地证是没有 但公规证结果还没有出来 当时万家花园居民还提到 道路旁垃圾房被拆的问题 记者再次来到现场 万家花园小区门口的这条道路 通行看起来没有受到影响 围墙一侧保留了部分绿化 绿色挡板已经做完 场地里也开始施工了 垃圾桶还是成牌摆在路旁 188黄敬眼记者报道